今天的大台北啪啪購單元 要介紹一間位在台北市天津街的火鍋店 這間火鍋店所賣的是 從日本引進的相撲立士鍋 到底什麼是相撲立士鍋 透過鏡頭帶你來了解 我希望你能夠享受到台灣的新的料理 讓日本師傅拍胸脯寶寶 不正一定好吃 就是這家位在台北市天津街的 日式火鍋店 這家火鍋店的招牌 就是從日本引進的相撲立士鍋 我們這家店搶鍋 主要賣的就是日式一瓶料理 還有相撲立士火鍋 相撲立士是日本的傳統火鍋 三大傳統火鍋之一 然後是相撲立士從小就在吃的 一種非常美味的 非常耐吃的一種火鍋 所謂的相撲立士鍋 顧名思義就是日本相撲選手 最愛吃的火鍋 有別於一般火鍋的油膩重口味 相撲立士鍋的湯頭清淡 味道非常濃郁 但喝起來卻相當爽口 跟一般的火鍋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它的高湯熬製 不是以一般的像骨頭大骨頭為主 我們是以肉類 然後再以昆布柴魚 分開熬煮以後 一個個的比例再下去添加 組合成的一個高湯 所以這高湯熱量不高很清爽 但是它吃起來的話 就是說在我們一個身體上不會有過大的負擔 很爽口這樣 香菇金針菇豆腐蘿蔔再加上豐富的蔬菜 香菇立士鍋看起來相當健康 再加上新鮮的魚漿 以及鮮嫩的土雞肉 來加強湯頭的濃郁度 光是這一鍋就已經符合 香菇選手嚴苛的熱量控制 老闆說為了在口味上求新求變 香菇立士鍋的口味也研發了許多種 我們現在香菇立士鍋有四種口味 那除了傳統的這個醬油口味之外 還有味噌口味 還有薄鹽口味 那另外我們自己我們的日本廚師 又創新了另外一種口味 是叫做咖哩口味 除了好吃又健康的香菇立士鍋之外 這間店的日本料理也相當精緻 像是前菜鮮蝦沙拉 蝦子混原飽滿 而炸雞沾上獨特的醬料也是獨樹一格 另外像是三色冷盤 味噌鱈魚 都是客人最喜愛的菜色 我覺得其實最強的不是這個火鍋 最強的其實是我們很多日式的一瓶料理 因為我們的廚師都是非常地 從日本的聘來的一級的廚師 所以他們的做菜能力非常地強 絕對不輸 我們用平價的價錢 做出可以像是這種高級日本料理的東西 所以有很多一瓶料理 然後有很多就是不管任何東西 都很強做得出來 不但兼顧了美味健康 而且還要求做得精緻不粗糙 這就是日本的料理精神 喜愛日本料理的民眾 不妨到這裡來嘗嘗道地的日本火鍋 一定能讓你不用坐飛機 就彷彿身在日本一般 吃到相撲綠色鍋難得的美味 中佳台北新聞 季寒香 採訪報導